Hello,大家好,我是余若晴Kanis,今年26歲 在香港讀書,大學畢業,是一位策糧師 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長大 平時喜歡做瑜伽、煮食和看書和彈球 為什麼我要參加香港小姐呢? 是因為我在去年已經考完策糧師牌 我正在尋找我人生的目標 我知道香港小姐可以給我更多機會 去接觸更多不同的東西 以及去挑戰自己,去貢獻這個社會 刁糧師是其中一方面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但是他貢獻社會 可能就只是幫助這個社會起樓 起更多的建築 但是就沒有可能慈善活動 或者其他方面貢獻這個社會 我覺得這個主題很好 是因為我覺得作為在香港這個社會 我覺得女人其實是一個很值得被驚訝的身份 我覺得現在我驚訝被女人 我可以走出來 可以接觸更多的東西 亦都可以令到更多人相信我 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題非常之好 我就不介意別人去說我說很黑很健碩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身體 現在是一個很健碩的狀態 亦都全身很平衡 我的膚色亦都是我家人帶給我的特徵 我覺得漂亮不一定是白的 所以我相信自己黑又健碩都可以很漂亮 我為我自己的美貌給分 我會給我90分 因為我覺得自信是很漂亮的一件事 亦都留下10分給我一個進步的空間 如果那10分我要改善的話 我會放在我的自信方面 因為我覺得我的外貌其實已經定了 亦都是未必有改變的一件事 如果我要去改變的話 一定是我內在方面 所以我覺得自信的女人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會把10分放在我的自信上 人見人愛還是一億現金? 人見人愛 難免還是有秋戶? 秋戶 花男人錢還是一起洗廁所? 花男人錢 肥竹一輩還是臭竹一輩? 肥竹一輩 公屋800呎還是私樓200呎? 公屋800呎 公屋800呎還是洛蘭桂坊? 洛蘭桂坊 洛蘭桂坊 為甚麼選擇洛蘭桂坊? 因為我覺得真實看到的人 會比較實在 如果你想住大一點就去外國住 而不在香港住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看看一個人的性格 我自己的性格比較喜歡熱鬧 比較高一點和長一點的生活 我覺得香港適合我多一點 所以我會選公屋800呎 可以給我更多空間 但如果有些人 比較想享受安靜和大自然的生活 去外國住就可能適合他們多一點 如果要在香港小姐唱一首歌 我會唱周杰倫最長的電影 我覺得香港小姐很考急才 我很希望可以在一些快問快答 或者一些主持人問我問題的時候 可以給我兩分鐘的時間 讓我可以多想一些 我可以回答得更好 我選了一個地盤的安全帽 如果要戴著這頂帽子去做一個婚禮 你會怎樣跟主人家去解釋呢 如果他是做電視台的 其實也不會衝突 因為電視台其實也要一個建築 其實怎樣也要經過這個建築過程 剛剛我所說的安全帽 其實也可以套用任何職業 所以我覺得也不能衝突 我認為中西區最有特色 是它最能代表香港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景點 其實是在中西區 還有很多不同的特色的餐廳 大家好,我是余可晴,Kennis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成為香港小姐 貢獻這個社會 在鏡頭面前帶更多歡樂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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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